好的同学,这是我们107年的物理指考考题 一支水的比特是4.19 但是你要注意单位,单位是千焦耳每公斤度K 而冰它的融化热为335千焦耳每公斤 同学你要注意,就是说这个地方它的单位叫做千焦耳每公斤 我们在国中的时候曾经学过,冰的融化热叫做80卡每公克 但是呢,这边因为单位不一样的关系 所以它的融化热的这个数字啊,也不一样 从80换算成335 那么我们呢,这个有一组学生啊 它们把冰跟水,就是这个冰有0.01公斤 而水呢,有0.39公斤 把它们放在一起,放在决热容器当中 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外界的热能进入 那么以至这些水跟冰呢,达成热平衡时啊 会在零度C达成热平衡 因为零度C就是水的故意共存线吧 好,那这时候水有这些质量,冰有这些质量 此时呢,我们已经有一杯水 这个水里面呢,还有加上少数的冰 好,所以水跟冰是共存 而且现在是0度C 然后此时要把温度82度 其实有另外一瓶水 这瓶水的温度是82度C的水 要把它倒到 对不起,我讲错,不是水了 是温度82度C的这个金属球 这是一个球体 好,这是一个球 你就把它加上这个球 好,而且它的质量呢,是0.2公斤 我们就要把这个球呢,倒进这个冰跟水 把它混在一起 最后达到热平衡 这两个东西达到热平衡时呢 它们的最终温度是2度C 所以也就是说呢,冰跟水 从0度C成长到2度 所以对于冰跟水来说 它们升温2度 而对于这个球 它从82度C降到2度 所以这个球它就下降了80度C 最后要求金属球的比热 是多少 这个我们要怎么算呢 我们就利用啊 放热 就是金属球放的热呢 等于水跟冰所吸的热 的这个公式 那我们公式以前曾经学过啊 这个不管是放热还是吸的 这个热能呢 都会等于M质量S比热 乘上deltaT M SdeltaT 就是它的吸热或是放热 所以我们看哦 前面左式这边是M SdeltaT 但是这个地方是金属球 所释放的热能 好,那金属球的质量是多少呢 题目告诉我们 金属球的质量是0.2公斤 我们放过来 金属球比热是我们要求的 我们就给它一个代号S 至于金属球它所吸的热呢 对不起,它所放的热呢 它的温度变化呢 是多少呢 就是从82降到2度C 所以它的温度变化为80 至于冰跟水就有点复杂了哦 冰跟水啊 其实是里面的冰 它会先融化 完全融化成水之后呢 再开始升温 所以我们要先算冰的融化热 融化热到底吸了多少热呢 融化热叫做每公斤 要吸收335千交尔的能量 所以我们把它写下来 每公斤 这边的冰有0.01公斤 这是冰的质量 再去乘上它的融化热叫335 所以这个地方就表示说 冰完全转换成水了哦 那既然冰完全转换成水 所以现在啊 它里面全部都是水 而且这个质量呢 等于0.39加0.01 也就是0.4公斤 而这0.4公斤 0度C的水 现在要升温到2度C 要吸收多少热呢 一样用MSΔT的公式 质量就是0.39 加上冰融化成的水 0.01 所以等于0.4公斤 乘上水的比热 再去乘上这些水的升温 它们一共升温了2度 因为从0度到2度 好 所以我们把左右两次呢 乘开来之后 最后得到这个金属 它的比热是0.42 这样子 好 所以这就是答案